我是Zola, I am Zola, I am Zola 好,大家早安 我們在座其實蠻多熟面孔 在座都是旅遊界的前輩 我們其實說實在話 我們像這一陣子都是陸續都辦開這樣的課程 其實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覺得說在地要推觀光 真的需要靠大家一起來努力 但是很多的一些東西 我們真的是需要花點時間 然後再去找老人家 或收集資料去講故事 最近其實我在花蓮市 我也看到說有旅遊界的朋友 他們也開始像我這樣在走讀課程 然後開始在做介紹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改變 現在的旅客 我們隨著新的課綱的一個誕生 大家都在講說要接地氣接地氣 所以現在的旅客來 我覺得他們並不是走馬看花 他們想說花蓮到底有什麼 他們也會很認真的想要再去做深度的了解 這樣子 好 我們就從這本書來做個介紹 練練水尾 這本書是我大概是2015年2016年那時候寫的一本書 練練水尾 這邊可能在座的幾個瑞穗朋友 不知道你們會認識這上面的幾位美女 幾位老師 我們身後的這個娛樂館 它是我們瑞穗鄉第一個 就是說應該講花蓮 花蓮縣第一個 有這麼大型的一個場館的一個建築 過去我們講說在日本時代 他們就是有一個叫公會堂 類似像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中心 要辦團康活動 要辦演講活動 都會在這邊舉辦 那像早年呢 我們瑞穗沒有這樣一個大型的一個奇遇館 那所以過去開會啊 什麼都會在哪裡啊 都在電影院舉辦 我們校五會有過去的一些照片 那後來呢 我們的楊守全先生當了校長之後啊 他積極去爭取 然後呢 當時是全花蓮第一座 堪稱就是怎麼樣 非常大型的一個室內體育館 那後來隔年呢 這個建築師啊 一模一樣把這個建築搬到哪裡啊 搬到花蓮市的中正國小 也有一個叫娛樂館 一模一樣的造型 那蠻有趣的 就是說當時他的這個設計呢 這邊都是我們講的洞洞窗 就是那種花窗的造型 那非常的非常的美觀這樣子 好那在座這邊呢 這個是我大概有一年 我忘記是哪一年齁 我在網路的拍賣 然後就買到這樣照片 我就把它摳到我們瑞穗人的群組 哇大家來認清 哇這是誰誰誰誰 那這邊呢都是當時瑞穗國中的學生 那目前呢他們現在他們都是阿嬤級的 大概是七十幾歲了 七十幾歲左右 好那這就是我2007年 編撰網路部落格 開始介紹我們瑞穗 那其實說實在話 這個過去我們講說那個聯痕 聯痕啊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身為台灣人不能不知台灣事 那是一樣身為瑞穗人 不能不知瑞穗事 我是佐拉 感謝收看歡迎訂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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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